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环球网报道记者王花,关于韩国发表的指责杜绝战时对女性性暴力的新计划,与女性同在的和平倡议。 日本安倍政府6月20日接受了韩方有关这与安妇问题无关的说明,日本共同税报大乘,日本已在应对朝鲜方面的合作为优先,在为安妇问题上避免对立,谋求改善关系。 不过根据韩方的做法,摩擦也有可能再度出现,日本外相和野太郎20日称,收到了来自韩国的细致的说明,将经级推进关系,表态不把新计划视为问题。 和野十九日曾吐露不满说,此举又被主张被安妇问及已解决的日韩共识的精神,态度发生了变化。 相关人事称,和野十九日接到韩国外长康京和的电话,被告知新计划,并非已特定国家为对象提出问题。 日本驻韩大使长领安政也在首尔收到了韩方的相同书名。 报道称,日方回避对立的背景原因在于,要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,以与朝鲜构建起去到当韩国的协助不可或缺。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坚一伟,20日在记者会上强调说,为了引发具体的行动,每日,每日韩将携手采取措施。 2018年势力争实现面向未来关系的日韩共同宣言,发表20周年的节点,韩方也对市民团体试图在日本祝福山总领事馆前,设置劳工向的作版进行了阻止,日韩双方摸索稳定关系的动作接连不断。 不过,新济化的咨询委员中由于未安抚问题,相关的市民团体代表等当选。 韩国军队18日起在韩方有效控制的独岛日策,主导附近开始了训练。 日本外务省官员警替称,虽然这一瞬间接受了韩方的说明,但有必要观察基金后。